说到打针 很多人脑袋就一片空白 但是护理师的话可要仔细听 打完不要揉 帮你贴起来 打完针到底要不要揉 甚至有人说 没有揉容易瘀青 这是真的吗 刚刚护理师姐姐说不要 不能揉 所以会出血 大部分的针 其实打完之后是不需要揉的 因为我们的针剂 像是我们的疫苗 希望说打了之后 在我们的人体里面 它可以停留比较久一些 打在肌肉的止痛针 这个打完之后是可以揉的 那它可以散得比较快 那比较不会在我们的肌肉上面 形成硬块 原来大部分的针剂 注射完之后是不用揉的 那皮肤上的淤金又是怎么回事 通常都是因为打到肌肉之后 可能有时候会碰到血管 或者是说在我们的皮下层 那它这个妨碍了我们一些血管的吸收 所以这个会造成一些皮下组织 看起来有一些血肿的现象 打针后的淤金 通常两三天就会消失 但其实还有一个状况 经常被忽略 当你压紧5到10分钟 不要扔它 就是这个抽鞋后按压的动作 很多人以为贴上胶带 或者拱受压迫 效果是一样的 其实抽血的过程会造成一个 就是血管会有一个小伤口 那你也必须要透过一个按压的动作 才可以达到止血的效果 如果只是拱手的话 你可能只是这个大部分的面积按压到 不见得是直接止血在那个伤口上面 抽血之后 记得好好压住伤口 确实止血可以减少狱青的机会 至于打完针柔不柔 要听清楚护理师的叮咛哦 大海新闻花莲综合报道